我一直想要一个可以依赖的人 碰到他时我以为我遇到了对的人 可是我现在发现我错了 很多时候都觉得他特别奇怪 总是会突然发火而生气 可是我都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他的情伤特别低 低到连吵架的原因都不知道 我觉得我一直在对牛弹琴 他总说我不懂他 可我也是第一次谈恋爱 很多东西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做 我给过他很多次机会 但他还没有进步和改变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情伤得低到什么程度 让一场爱情要出交呢 感生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敏23岁 来自广东室内设计师 女嘉宾小敏21岁 同样来自广东 是一名职员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谢谢啊 好 欢迎两位 谈恋爱多久啊 两年多 怎么认识的 大学里的同学还是 大学里他是我的学长 学长 情商低是吧 是 怎么个低法了呢 就有时候我发现我跟他说话 不知道他听不进去还是听不懂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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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意思 后面做这些事发现这个男生还很厉害 等于你把那个男生给变成你哥们了是吧 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然后你还组织他们一起吃饭 吃个饭子没什么 但我跟她是在一起 我是你女朋友 我是想和谁吃饭就和谁吃饭 是吗 她就从来不顾我的感受啊 就有一次我跟闺蜜去逛街 你说两个女生去逛街 她都没有什么颜色 她也跟着我们两个去 说没事啊 我闺蜜就是她闺蜜 我闺蜜她也可以当成我闺蜜 为什么不可以 我觉得我可以当你们闺蜜一起出去玩的嘛 我也没什么事啊 而且当时我们逛完下雨了 车是她打的 她知道车牌号码 然后她一个人车来就跑出去 当时我叫她们跑 她们就是不跑下那么大雨 肯定我要去找车 她说男的肯定跑得比我快啊 然后我们两个也要平时相互照应一下嘛 那你们慢悠悠的 那样走我有什么办法吗 但是你上了车以后我们出来打电话给你 你也才意识到你已经走了 我们没有上车 而且你头也不回一个 你什么意思嘛 从来都是把我一个人丢在后面 不过我的感受 你你已经坐着出租车走了 那个是不是先开车了 然后她都要给我 她都不知道 你这心是够大的了啊 你把俩闺蜜都扔在后头了 你自己跑了 所以说我有时候真的不知道 她是不是真的喜欢我 当时我们大学的时候 是我追她 因为她是我学长 然后对我照顾有她 对我照顾有家 然后她就接受了我 因为她就闷闷的 不爱说话 但就莫名其妙一大堆女生追她 我也想不懂为什么 然后她就接受了我 然后我就想着 是不是就想试探她一下嘛 然后我就在公司里面 拉人家男同事啊 到她面前 你还好意思说 她当时带一个男生 在我面前 就跟我说她喜欢她 我当时就懵了 然后你呢 然后跟我说分手 我就 当时我就一直问她 是不是认真的 她跟我说是认真的 才说了很多遍 不过有什么办法嘛 那当然分手了 对啊 人家都说喜欢别人了 我做一个男生 那肯定是分手嘛 但她也不能这样不是吗 我们两个都在一起这么久 不是你都带了一个男人 到我的面前 还不让我分手啊 因为我觉得没有安全感 我想试探她一下 但是她二话不说 就分手 谁会拿分手来试探自己男朋友的 当天晚上 当天晚上她就搬出去了 我在我心里面是这么想的呀 哇你是想分手想多久了 你是想搬去多久了 你以为你知道我当时有多难受吗 你跟我说分手 就因为我没有安全感 才试探了她 然后她两三天了 微信电话也不找一下 然后还把我给拉黑了 我当时就急了 怎么找 我当时都跟她分手 我很伤心很难过 而且我当时 我当时也去找你了呀 你还把工作给吃了 你知道 为什么把工作给吃了吗 我跟你分手 我失恋了 我哪有心情工作啊 那你把工作给吃了 你以后不用吃饭了是吗 那我很难过啊 你都没想过我的感受的吗 所以说 后来真的 因为找不到她 然后我就 差点报警了 因为就想着她会不会想不开嘛 后来她妹妹就打电话跟我说说 哥她在家 然后状态很不好 然后我就把事情经过告诉了她 然后后来也给了她一次机会 这就是刚才说的 你们还分手过 是指这一次是吗 对 还是有别次 就这一次啊 对 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她就 对我真的是不太伤心 我说话她都听不进去 我不知道 好我帮你问问啊 喜欢你的女生很多是吧 还好 多还是少 还好 你的竞争对手有多少啊 我知道的 就她专业里面同班女生 要别的就是 可能就一些社团吧 她可能唱歌比较好听 她闷闷 不爱讲话 不爱讲话 跟头一样 你不就喜欢这种木头吗 但我真的有时候就觉得她做事情 没有想过我不动脑子呀 你说一个男的跟你出去吃饭 又喜欢你的 你吃醋一下不行吗 你是希望她吃醋是吧 我是希望她就对我在意多一点 你是不是觉得 是不是你男朋友好像不太在乎你 对 然后不够喜欢我 就到这种程度了 那你今天来是真要跟她分手呢 还是在敲打敲打她 我是不想跟她分手 不想分手 但我喜欢她改过啊 改成什么样呢 就能把我的话听进去 然后细心一点 然后不要对我这么慢热 更关心我 我跟她父母不是还有矛盾吗 她就从中没有缓和也没有调解到 那你也没考虑过我的感受啊 我被我父母骂 所以说现在就 然后说出话了又被你骂 你说我要该怎么做吗 被父母骂过 然后你怎么说呢 我没说话 你没说话 对啊她就是没说话我就更心寒 不是那你希望她说什么呢 我希望她帮一下我嘛 而且我没有指使她的意思啊 她父母就完全是有事 你把你的原话跟我说 我来做她的父母好不好 看看这个事能不能说下去 好吗 房子的事你来说一下 呃就我你是她 还是你是她 我是她父母 我想把老房子给卖掉 怎么可以卖老房子呢 老房子它设施旧 要墙壁什么的都发霉了 所以呢我们新婚 买个新的一步到位 嗯 而且以后生孩子了 你们来啊 住的也 环境也可以更好一些 而且老房子那边 杂人也多 也不好是不是 这是你的主意啊 还是姑娘的想法呀 这是我的想法 那房子卖了以后 写谁的名字呢 这我就没有想到要写谁 写谁的名字吗 写 他的 写女朋友的名字 写 不 哦我是他 对啊 写谁的名字呢 写 我的 写他的 到底写写谁的呢 是写你老婆的 还是写你自己的呢 写你的 你的是谁的 是他的吗 我 你 哦 还是写在老爸的名下啊 嗯 那这个房子钱不够的话 怎么办呢 我们家这边可以补 不不不不写他的 然后 你 乱了不是 乱了不是 说明这事你也没考虑清楚姑娘啊 这个都可以放在里边 这都好谈对不对 啊 喜欢他吗 喜欢 想过娶他吗 想过 很强烈吗 很强烈 想过嫁给他吗 想过 想过 强烈吗 一般 一般 一般啊 那就别嫁了吧 好不好 像这种缺根筋的 不我们 还是留给别人吧 好不好 不不不不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的 但我就想他从中调节一下我和他父母之间矛盾 你说如果我们想到以后要嫁给他了 那他不 房子写谁的名字 房子卖了 房子不卖了 就房子不卖了 你也发现卖房子这事很麻烦是吧 还卖吗 我们自己买一个新的 我们自己努力还年轻嘛 你要是这么跟他父母说来 父母还是挺开心的啊 不啊 真正的问题就是 还是我跟他父母闹的矛盾很大啊 很僵啊 对啊 我觉得他以后都要嫁进门了 为什么不能直接跟我父母说呢 但我现在没嫁进啊 你是够可以的了 没事还小 但我希望他从中调节和缓和一下 就是 因为真的有时候我很委屈的时候 他没安慰到我 比如说他父母总是 就扭曲了我说话的意思 希望男生可以成长一些 是吧 对 希望他有当担有责任一点 能够多付出一些 是这意思吧 嗯 好 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二位好啊 谢谢你们分享了你们的故事啊 每个人回答我一个小问题啊 男孩先说吧 女孩身上 你最忍受不了的一个毛病或习惯是什么 懒 OK 女孩呢 男孩身上最大的一个你根本不能忍受的毛病跟习惯是什么 很邋遢 邋遢 那你们俩很般配啊 就是般配啊 OK 第二个问题啊 女孩我想问一下 你向男孩要婚房这件事情 理由是什么 换句话说 你凭什么 今时今日的这个当口 我向男孩和他的家人 要这样的一个房子 提这样的一个理由 你凭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 是 而且你结婚不可能不花一分钱吧 是 但是他家人的意思是完全就不想花一分钱 所以 他的老房子都给你了 那个叫不花一分钱吗 但我是女生嘛 然后现在还年轻 我也是那种新时代的 也想是要新的房子一步到位 不更好吗 我是这样想的 那你自己挣啊 你凭什么向他要房子呢 所以我个人觉得 女孩你跟他的家人在要房子 或者跟男孩要房子 这个会给他的家人造成不好的感觉 她们内心可能会跟我有一样的疑惑 你凭什么向我们要房子 你凭什么给我们家提出这么多的要求 对不对 还好刚才在川哥在采访你的过程当中 你最后提出来了 那我们自己去买房子 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思路和方向 你们作为走入婚姻的一对新人 你们自己要有态度 不要凡事都是想当然 对不对 你们要学会相互的珍惜 好吗 加油啊 祝你们幸福 反正我觉得啊 我搞不太清楚 男孩对你到底有多爱 我们要是在爱 Э夫 我恨娜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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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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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这不是巧合 而是配合 更准确的来说是男人对于女人的投其所好 或者说是根据女人的暗示 所做出的表演 但总有一天再精彩的表演 他都会羡慕的 到那个时候女人就会说 原来你原来都是演的 真实的你原来是这样的 但是你也不想想 男人的那些表演都是你逼出来的 就像你暗示他做这个做那个 对吧 我想问问你 一个男人始终如一的坦诚不好吗 好 那非要在你面前演什么你想要的花 你想要的礼品 你想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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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喜欢你 那双眼动人 笑声跟迷人 愿在何 喜欢你 我爱面容 还手说梦话 像昨天 喜欢你 好纯啊 两个人 好好的啊 只要两个人相爱 什么都好办 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方红糖 真情60秒 我希望以后 你跟我都能好好的 有什么缺点 有什么不好的 我都能改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再 带多一个男生来 这样让我伤心 我现在心情挺乱的 但我还是很喜欢你 所以我希望你以后 能改一下 或者你不改 我就包容你一下 我希望我们好好的 他这段话的意思 给你翻译一下 广东人煲汤嘛 小伙煲汤嘛 对吧 他说你卖热嘛 卖热可以 你那个火得着着 你不都火灭了 老婆就没了 懂不懂 回去吧 谢谢两位 那请关门 请开门 跑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词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